春节快到了,人们正忙着买新衣服来迎接这个重要的节日,虽然现代人的生活条件很好,但我们仍然保留着古老的传统习俗,每年新年都买我们最喜欢的新衣服,这意味着辞旧迎新,然而,选择适合新年穿的衣服也很精致,老辈人就说了,大年初一,不穿三衣,那么这里的三件衣服指的是什么三件衣服呢? 传承国学精华,启迪智慧人生,欢迎订阅国学天地,不穿纯白、纯黑或者是过于素雅的衣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白色和黑色的服饰往往与庄重,肃穆的场合紧密相连,在许多重要的仪式里,如葬礼,人们多以素雅的白色或黑色为主,因为这些颜色与悲伤、死亡等情感紧密相关, 而大年初一,作为新年的第一天,人们渴望迎接好运和喜悦,白色,这一辈视为与死亡相联系的颜色,显然与新年的喜庆气氛相悖,因此,为了讨一个好彩头,人们在真摘初一,往往会避免穿白色的衣服,相反, 他们会选择红色或是其他鲜艳的颜色,寓意着好运、繁荣和喜悦。这样的传统,不仅仅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的文化表达。 在这样的日子里,穿上红色的衣物,不仅是为了美观,更是为了传递出一种积极、喜庆的气息,祈愿新的一年平安、顺利、充满喜悦。 不穿破衣服 尽管现今人们的经济状况日益富裕,不再因贫穷而买不起新衣,但春节穿衣的讲究远不止于物质的贵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破旧的衣服被视为不吉利的象征,可能预示着一年中运势的波折与不顺。 若在春节这一天选择破旧衣物,很可能会为全年带来负面的心理暗示,影响我们的心态和好运。 因此,我们应避免让这些旧衣物成为新一年美好生活的绊脚石。 除此之外,深色或黑色的衣物在新年期间也应当尽量避免,这些颜色不仅会使节日气氛显得压抑,而且在传统文化中,黑色长语不及,悲伤相联系,相反,红色或鲜艳的色彩则代表着吉祥、繁荣和好运。 当然,有些人可能觉得鲜艳的衣物不太适合自己,人们通常会避免在大年初一穿破烂或脏旧的衣服。 但春节期间,换上喜庆的衣裳,不仅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更是对祖先智慧的一种传承和尊重。 在这样的日子里,让我们共同遵循这些古老的习俗,为新的一年祈求好运和顺利。 不穿别人赠予的衣服。 这里的别人赠予衣服,指的是别人穿过了,没要了赠送的衣服。 在春节这样重要的日子里,穿着别人赠送的衣物,确实有些不合时宜。 一方面,这些衣物可能并不合身,或者已经有些磨损,甚至破旧。 这不仅影响穿着的美观,更可能给人留下不佳的印象。 另一方面,春节作为一年之史,我们都希望讨个好彩头,寓意新的一年顺顺利利,而穿着别人赠送的衣物。 在传统文化中总有些不那么自在,仿佛缺失了某种独立和自主的象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别人赠送的衣物都不一再春节穿着,如果是爱人或子女特意为你选购的衣物,那就另当别论了。 这不仅展现了家庭的温馨和亲情,更是一种深深的关爱和祝福。 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尴尬或误解,大年初一选择自己的衣物更为稳妥,这不仅是对自己的尊重,更是对春节这一传统佳节的尊重,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以全新的姿态和美好的寓意迎接每一个清晨。 除了上述提到的三点,还有一些其他的注意事项,例如,不要穿有破损或污渍的衣服,因为这会给人留下不整洁的印象,影响新年的运势,同时,也要避免穿太过随便或奇异的服装,以示对传统文化的尊重。 总之,选择适合新年穿的衣服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它不仅关乎个人的形象和心情,也与新年的运势息息相关,遵循这些传统的习俗和注意事项,可以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更加顺利、健康和幸福。 此外,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穿衣服是一种表达个人风格和品味的方式。 不应该被迷信所束缚,我们应该以科学和理性的态度看待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并且迷信和陈规陋习,追求更加健康和美好的生活方式。 在春节这个喜庆的节日里,让我们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享受家人团聚的温馨和快乐,同时,也别忘了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在现在,很多时尚女性都会提前计划起了自己过年的服装。 新年一般和家人,朋友团聚在一起,参加各种各样的派对。 我想让自己变得更美丽,更美丽,服装会影响气度和年龄,也会直接影响到他人。 新年穿什么衣服,我们需要自然地穿上祝贺的气氛,特别是一部分女学生去见男朋友家里的长辈, 或者第一次去见男朋友的父母,为了避免一些粗俗丑陋的衣服,请尽量避免, 请不要在元旦那天穿泰花哨的衣服出门,特别是这三件衣服看起来很时尚。 路腰的内大 Jane Jiley,无论是聚会还是亲戚,都尽量穿简单的衣服度过吧, 这第一种类型对身体不好,去亲戚的时候不适合穿。 展示腰的衣服,新年的天气一般很冷, 但是很多时尚女性喜欢穿高腰毛衣,里面穿低腰裤,上了年纪的长辈不多, 我觉得太花哨了不好看。 色系凌乱 第二个搭配的颜色很乱,请穿漂亮漂亮的衣服,统一颜色,不要太乱, 元旦去亲戚的时候,家人的长辈可能很多, 请穿红衣服,穿绿衣服,背黄包,这个颜色很乱,活着的时候穿, 请不要养成俗气的氛围,相比之下,我觉得得穿同样颜色的衣服更合适, 像红色大衣一样,搭配白色内衣,搭配黑色鞋子,整体不要超过三种颜色。 恨天高配短裙 这是一种憎恨天之高而穿着的风格, 元旦是一年的开始,穿简单的衣服会显得更舒服, 但是,如果你爱美的话,怨恨的程度,迷你群等合在一起, 去亲戚家的话,可能不太受欢迎, 这种服装不仅花哨,而且等级有点下降, 特别去见男朋友的父母,这样的服装绝对要避免, 不如穿普通的鞋,搭配牛仔裤比较好, 虽然穿着大牌子的衣服,但是如果穿得太花哨的话, 还是会显得丑的,但是,如果把普通的衣服搭配好的话, 会给人留下好印象。 穿衣服很漂亮,需要用心搭配,服装要避免花哨, 特别是这三种服装庸俗不合身,注意到了吗? 除了不穿这三衣的习俗外,大年初一还有许多其他的习俗和规定, 比如在这一天,人们会进行大扫除, 清理房屋内的灰尘和污垢,寓意着辞旧迎新,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此外,还会贴春年,放鞭炮,拜年等等, 这些习俗和规定都是为了祈求新的一年平安顺利,吉祥如意。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于传统文化的逐渐淡忘, 一些年轻人可能对于这些传统习俗并不在意。 但是在中国的一些农村地区,这些传统习俗仍然被严格遵守着, 因为这些习俗不仅仅是一种表面的形式, 更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传承, 通过遵守这些习俗,人们能够更好的理解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和魅力。 此外,虽然在一些地方可能仍然存在对于这些传统习俗的严格遵守, 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也应该以一种理性的态度来看待这些传统习俗, 对于一些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习俗和规定, 我们应该予以摒弃和改进。 同时,我们也应该将一些好的传统习俗和精神传承下去,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 如果有什么建议,就在下方留言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